一个可以冒造的泥土 借着你的手来修补我们的生命 来建造冒造我们的生活 让我们能够成为你合用的器皿 我们祷告交代奉主耶稣基督命及 今天是复活节大齋期第二个主日 传统上称为是登山变像的主日 在纪念耶稣受害之前 他曾经带着彼得雅各约翰 上到这个山上 在他们面前变化他的形象 圣经说他念面明亮如日头 衣裳结白如光 为什么要用这个事件 来开始这个孕虎期 这个大齋期呢 当然第一是要我们思想 为我们在十字架上 受死的耶稣 他真正的身份 他是荣耀的主上帝的爱子 其次是提醒我们 与主同德荣耀 是我们信徒真正的目标 以及盼望 我们有一天 我们的身体都要得起 变得荣耀 我要得着荣耀的身体 这个是我们的盼望 是我们的目标 既然我们有这个盼望 有这个目标 我们就提醒自己 要每一天生命更新变化 让主在我们身上 显得越来越大 让我们的生命 越来越有主的样式 在人的面前 能够为他发光 为他作这个见证 所以我们说守大齋旗 这个御虎旗 不是一些的仪式 是利用这个机会 很好的反省 让我们属灵的生命 是有突破 和成长 神愿意我们每个人的灵性 都成长 当中有不少的会友 都已经升了年轻 做了爷爷妈妈 公公婆婆 有空的时候 做什么好忙 要抱抱抱孙 孙子孙女 很脆字 很好看 很乖 是不是很有趣 但是如果这些的宝宝 越来越来越去 都不长大的话 那还脆不脆字 不脆字 那是一个悲剧 是不是 人是应该长大的 但是人长大了 是不是就等于成熟了呢 我们都认识一些人 年纪也有回到上下了 但是可能做事 做人就好像弟弟哥那样 一点都不成熟 同样神不愿意 我们永远做一个 纳传尿片的一个基督徒 他希望我们心智 灵性上面都做大人 以法所书四章十四十五页 神的心意就是 我们就不再作小孩子 陷入这个人的诡计 相反我们又是以爱心 真诚的生活 在各方面朝他长进 他就是头 是基督 我们朝着什么地方长进 是朝着基督 我们生命要像基督 要生命更新变化 我们怎样才可以这样做呢 是透过我们真诚的 比赛的生活 怎样我们可以成长 怎样可以成熟 怎样可以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呢 成熟的基督徒 是会像什么的呢 有个什么样子呢 就是像我们的师父 我们的耶稣 耶稣基督 是得志体群美 灵性成熟的典范 能够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 去处事做人 我们的人生就会精彩 人要健康成长 植物要出现的生长 都必须符合一些天然的条件 是不是 所谓天然的条件 就是神所设定的生长的定律 属灵的生命也不例外 要灵性越来越成熟 必须具备一些的条件 第一个条件就是 我们必须要摄取营养 是不是 摄取营养 身体要长大 要不断吸收营养 不单是营养 要成长得好 要吸收良好的好的营养 灵命成长也是这样 这一本的圣经 就是我们最好的心灵的鸡汤 圣经是神的话语 就是我们的灵 马大福音 今天我们都听过不少次了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又是呀 还要靠阳光和空气 这里不是说这种东西 还是要靠什么 神口里所出的每一句话 所以我们一定要吸水 灵良 属灵的营养 不单是说我们吃什么 怎样吃都很重要 是不是 如果你每个星期 只是星期日 和家人出去吃一餐 自在餐 其他时间 就是除了喝水之后 什么都不吃了 没有东西落肚了 你的身体状况会怎样 应该不是很重要 是不是 无论那餐自在餐 包括多少山珍海藏 多少营养补品 一个星期只吃一餐 多好的食物 吃得日子久了 一定都会出没病 我们不能够暴饮暴食 应该有坤衡的饮食习惯 同样我们不能够靠每个星期 一次去教会 就想补充了我们灵命的需要 我们要每天 摄取适量的灵量 属灵的营养 我们的属灵的生命 才能够正常成长 我们才有力量 过正常的基督徒生活 所以保罗在《使徒行传》里 就是这样说的 再读一次 20章32节 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 和他恩惠的道 这道神建立你们 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 同德基业 这个所说的恩惠的道 就是圣经 就是神的话语 保罗将他们交托 不是在其他人 不是在他自己的看会下面 是将他们交在神的 和他的恩惠的道 在圣经的话语上面 而他说这个恩惠的道 能建立你们 就是说使你们成熟 能够成长 宿令上面能够成长 为什么要他们成长呢 是要叫你们得基业 要一起得基业 神要赐福给你 但是我们都知道 有很多很好的东西 我们是不会给一些小朋友的 是吧 为什么 因为他们太小过 他们未懂得怎样去用 未懂得怎样处理 如果他们太早给好好的东西 可能对他有害 有些东西 我们会留下 让他大一点 对时间 我们才给他 同样 神有很多祝福要赐你 但是他在那里等你 成熟起来 他才可以将这些东西交给你 怎样可以成熟呢 保罗说 我们要读神恩惠的道 每日 我们要用五分钟 十分钟 十五分钟 怎样都好 读神的话语 思想神的话语 怎样读神的话语 怎样可以掌握圣经的教训 大家可能很熟悉一个图画 可能大家可以温宅一下 怎样掌握圣经的真理 很简单 用一手 记住 五只手指 第一 尾指是什么 要听道 要听 接着 无名指是说什么 要读 要读圣经 接着中指是要 研经 要知道那段经文讲什么 接着 要熟读经文 背了它 在你的生命里面 老开里面 常常有神的话语 接着要默想 看了这么多 识了这么多 究竟跟自己有什么关系 不是跟人家有什么关系 是跟自己有什么关系 最后掌心就是应用 应用 如果你唯一接触圣经 就是听道的时间 只是每个星期主日 来听半个钟头 或者家里有空 听一两个一些的广播 那你对神的话语会是怎样呢 就好像用这个手指尾 拿起这本圣经 那样 你拿不拿起这本圣经呢 你可以推一下它 但是你引不起它 但是撒旦很容易 就能够将神的道 从你心里面 拿去 就好像那个 杀种的比喻一样 因为你的道是浅的 它会奪去 神的话语 很快你忘记 奪去你的喜乐 奪去神给你的祝福 神给你的应许 为什么 因为我们听下去的东西 百分之九十五 在七十二个小时 三日之内 你就会忘记 所以我们港道的人 是很悲伤的 到礼拜三 你已经忘记了 我所说的百分之九十五 除非你有 写港道笔记的习惯 如果不是 星期三 我们重新来过 所以如果你 只是听到的话 撒旦很容易 在你身上下手 但是如果你不单真的听到 也都自己去读的话 你就有两只手指 夹住它可能都可以 都可以 说得很弱 是不是 好一些 撒旦没有那么容易 但如果你肯去言经 将你神的话语掌握 就会更加多 如果你将神的话语背起上来 你的力量又大了 但是无论你怎么样也好 有一件事一定要有的 一定要思想 要思想停日话语 你读完这些没用的 你起不起手的 有很多人投入私息很多 但是他仍然不可以掌握 因为对他自己没用 所以就算你只是读 还是听到也好 如果你去思想下 你可能也有机会拿起这本圣经 然后去应用 这样的时候 没有人能够将神的话语 从你生命里夺去 有些人说 我年纪都很大了 记性又不好 听话这时候那时候就出了 读来做什么 读都没用 曾经我都这样问过 那时候的牧师 他就问我 Kelvin 你有没有东西吃饭的 我说有 他说你记不记得你上个星期 上个月吃了什么 你整世人吃了这么一餐 你会记得吃了多少东西 你吃的东西是否这边入那边出的 那为什么你还要每天都去吃呢 因为不吃就不行 不吃会死的 但是我越吃呢 身体就越长大 是不是 宿令的生命都是这样 勤读经读神的话语 在你的生命里面潜移默化 结淨你的思想 结立你的生命 承载着祝福 所以我们鼓励大家 在这个孕虎期大西节里面 起码都立志 每日用五分钟到十五分钟 读经默想 思想学习神的话语 要成长 这个是第一部分 一定要知道那个工具 另外我们要全面的去学习 神是非常的奇妙伟大的 他做我们每个人都不同的 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这么多人口里面 没有两个人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指纹 现在的海关、机机场 还有看你的眼睛的瞳孔 都是不同的 我们每个人有自己独特的心跳 也都有自己独特的学习方式 很多人在成长过程里面 有了就是因为 一个可能性就是 没用到合适自己的学习方式 我们在香港来的很多都是 传统是什么 填鴨式的 教育就一直他 ру Wise 但很多人在这个环境里面 是不能够吸收的 你们觉得他人是蠢,他懒,他人是他蠢 其实可能只不过是 那个根本就是他不适合他的方法 所以他们是伪功伴 另外就是有些人单单用一种的学习方式 这个最適合我了,我就是这样 其他那些不关我事 以至到我们的生命就是片面的 不能够全面的吸收 所以要成长,要好好的成长 我们必须认识自己独特的学习方式 也都要采用不同的学习方式 当然今天不是讲基教,不是基教主 不过我们就是这样提一提 圣经是这样讲的 《道家福音》三章十八节 我们一起读这条经文,好吗? 《若汉又用许多别的话》 勸勉民众向他们传福音 别的话就是不同的话 为什么若汉,狮子若汉他这么有能力 一个的讲道 为何他要用不同的方法 就是因为他厉害,所以他知道每个人的背景 每个人的知识,每个人的需要都不同 所以他用不同的方法 向不同的人就用不同的方法传递 希望他们能够明白这个福音 同一个原理 为什么我不是每一个星期都站广台 都是同一个原因 我不希望大家每餐都是吃我煮给你的菜 我们有不同的讲源 他们有不同的恩赐 有不同的表达的方式 可以帮助我们 是有吸收得更加完美 他们对丰富我们 对圣经的认识 是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进行 所以我绝对不介意 顶碟跟我说 我喜欢Pastor Milton的讲道 或者我听关业基牧师 他慢慢地说 一个一个字凳出来 很有味道 或者说谭健说 传递他的生活例子非常地落地 我不介意 因为每个人的吸收都不同 所以我们需要向不同的人学习 在学习神的话语的时候 有些人是靠商议的 他是在听的 在神帆里面 我经常见到有些人 有时候你都觉得 他经常躲起眼睛 他是不是睡了觉呢 你看得多 你知道哪些是睡觉 哪些不是睡觉 有些是闭目养神 有些是他真的要专心 躲起眼睛 他不可以让其他东西骚扰 以致可以专心地去听 这些人特别喜欢什么 参加聚会 因为回去就能听 那就是最适合听 有些人不想听 他要看 他要看 他为什么用这么多时间来开会 把资料发送给我 email给我 我家里看了就行了 就是这样的 你让我看就行了 或者是 所以在主日学那里 他最喜欢收到什么 一问一上堂就问有什么 有没有讲义 收到讲义 他就很开心了 或者是 你有些什么 你弄一次给我 不要跟我说 我听不明白 你做一次 我看你做一次 我应该摸到 讲到的时候 他最希望有什么 power point 所以我每星期 除了一段 用了时间写广章 差不多一倍的时间 预备 power point 因为我知道 不同的地形支配 有不同的需要 另外有些人 不是那么喜欢听 不是那么喜欢看的 他喜欢什么 说的 他喜欢说的 好多人不会以为他们只把嘴巴 他们开会之前又不看资料 又不听别人的分析 就会出声 我们说 都好像没经过大脑 其实不是 他们是什么 需要说话才经过大脑 他在说话的时候 那些东西就经过大脑 所以说出来 有帮助他们思想 帮助他们整理 帮助他们综合 这些弟兄姊妹 很喜欢回小组 因为小组里面有得说 有得谈 有来有往 有些人不喜欢听 不喜欢看 不喜欢说的 这些是什么人 有些人说 这些就是男人 其实也不对 有些女士都是这样 他们不合听 不喜欢看 不一声需要说 他们需要行动 他们是行动型 他们一面做 一面学 不用跟我说太多的道理 最好给我的机会 亲自下场试一试 所以今天下午我们有什么 分分分 要做菜 说这么多 有什么用 都是要下手下脚做的 所以大家记得 你想对你的 你就来 不对的 你都应该来 学一下用这个方法 丰富你自己学习的形式 所以很多的年轻人 不是这样 现在我们才 很多人刚刚才开始 我们追上时代 才开始用手机 用电子的仪器 我们用的时候要怎么样 很辛苦 不知道他什么 拿着机器 看看有没有说明书 最重要是有没有说明书 现在的东西有没有说明书 没有的 有的 你不知道在哪里找 不知道在哪里找到出来 是吧 但是呢 通常现在我们会怎样 交给小孩 帮我搞定他 是吧 他捉捉捉捉捉捉捉 这样就搞定了 两三分钟就搞定了 是吧 有一年 有一个实际生来我们 通常一两天没什么要做 他就派一些恒省的工作 帮一手影印 做一些这样的开始 他拿去帮我们 在楼下的机 在后面的机里帮我们影印 怎料他搞搞搞 印几张东西而已 现在人生一整个钟头 都不能印出来 他去哪里 去打机 不知道 他问他 什么事啊 他说 不知道 印不出来 机里坏了 那机坏了? 那机坏了 那机里有显示屏的 你就跟着那些指示去做吧 他说 我试过了 不合作 那个机那里坏了 他说 怎么坏了 我走过去看看 他说 捉捉捉捉捉 怎么不动的? 他说 捉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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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捉 神对人说话有许多途径 但人不一定能识别神的声音 神都是的 他知道他跟我们每个人都不同 不是每个人一听就听得明白他所说的 所以神都用什么 不同的方法跟我们说 《希伯来书》一章一节 我们很熟悉这段经文 我们读一下 神多次用各种方式 借着先知向我们的先祖说话 因为我们有不同的背景 有不同的环境 有很多的前设 所以神都用不同的方法跟我们说 所以大家不要单单来诵拜厅 要自己读经 不要只是回小组 不是只是自己在家读经 要学一下用不同的方法 全面的成长 第三就是我们要常常的去操练 不单是知道这些我们要操练 要习以为常成为了一个的习惯 有限福音十三章十七节 你们既然知道这些事 若是实行 就是有福了 什么是有福的人呢 不是单单认识真理 而是认识了真理又去实行的人 你就会领受神的祝福 什么是实行 英文就是practice you need to practice 将它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 上上实践真理的人会怎样呢 就会越来越成熟 希伯来书五章十四节 我们一起读 只有成人才能够吃干粮 他们的宽能通过操练 而变得成熟 以致能够辨别好坏 是不是 这里说只有成人才能够吃干粮 弟弟吃什么 BB吃什么 吃虎仔 是不是 吃虎仔 病人呢 吃粥 所以有些老人家不喜欢吃粥 因为吃粥就好像体重 好像在那里 他想起了他会生病 是不是 所以只有成人才能够吃饭 吃菜 吃大鱼大肉 怎样才能够达至成熟 能够健康呢 这里说是要什么 通过操练 通过操练 不停重复的练 我们都知道 从来没有一个人说 我想将来成为一个世运的选手 就会眨眼成为这个选手 每一个选手都是经过不断的锻炼 才能够晋身这个体坛 同样这个世界上面 有成功的人 有不成功的人 它的分别在哪里呢 分别就是成功的人 每一个人愿意摆上心机 时间去培养一些一生受益的生活模式和习惯 而这些生活方式和习惯 是一般人不愿意付代价去养成的 这个就是为什么成功的人会少 不是成功的知道 没有人知道 为什么不成功的人 匹匹皆知 因为他们知道 但是他们没有实行出来 所以Rick Warren 牧师 他曾经说一句说话 是这样说 You determine your habits and your habits determine you 你今天养成的习惯 就养成明天的你 你今天养成的是什么的习惯 就决定明天 将来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下个星期我们会请到另一位 很不同style的讲员 来到我们当中和我们分享 是胡思汉弟兄 大家都记得他去年来我们当中分享 他的style真的很不同 他是一个专业的摄影师 所以他用他的相片 用他的画面 用他的故事 去传递他的讯息 但是他也是一个行动型 我记得大家去年来 鼓励我们一起全教会参加 Global 6K for Water 为到第三世界的儿童 他们的需要食水 我们一起去做六公里的跑步行路 体验一下当地的人 特别小朋友 他为了拿干净的水 每天要行六公里 行六公里的时间 就等于他们没有了一天的时间 去做其他事情 他们不可以上学 不可以快乐的成长 去年我们也感谢了很多 好几十人参加 也有很多人猶疑 这件事不适合我了 6K这件事不适合我 其实我也是其中一个 原因为什么呢 就是从小 不要说跑步 连走得快一点 我也有问题 我会气喘 然后腰又会痛 膝头肩又会痛 所以是我最怕的活动 那神又很滑稽的 叫我坐下一个太太 就是很喜欢散步 那我常常说埋怨 为什么你不跟我散步 走一趟公司也不行 他不知道我爱他 就是用一条命去爱他 要豁出一条命的 因为走几个block 那天早上会痛 一路痛 就是痛下去 所以我走一趟 都是走一圈 就是要坐下的 所以这个运动 就是绝对不对我 但是呢 听到 讲见证 去年我们大家听到 斯文弟兄他自己的见证 他是自己胖嘟嘟的 他最后他都跑到 他又有这个忧屈症的 最后他都跑到 所以我们下个礼拜 要回到见证会 见证会令你受激励 我听到他这样 接着梁伯母的筹名 第一个筹名说我都去 哇 这件事这么有意思 能够去亲身的体验 和别人一起去 是很好的人 所以我就说 不如我都试 我都试 那我试一下 试什么呢 试我走多久 不同呢 第一次我走了 如果说6K 就大概是四个英里 一个英里我就走 然后走一个英里 用了17分钟 这样都OK 但是已经是我的极限了 但是接着来 我就慢慢走 走到 一公一英 一厘路走到四厘路 然后然后慢慢加快 加快大叔每次都是十十秒钟 原来你会明白 你没走过 没跑过 你不知道 原来那些人刷新 那些运动员刷新的记录 那几秒钟是很辛苦的 十秒钟 要这样减 我开始一里路 我是17分钟 刚刚这个月 上个礼拜 有一个新的记录 是10分45秒 很高兴 而且今次 我现在可以跑得完整程 不仅仅是一里路 这个就是 操练的成果 用时间 我告诉你 就算我去到 去到去年五月 我走不到六几 跑不到六几 没问题 我希望我自己进步了 是吧 总之我每一天 做一些东西 我可以进步 这个就是好了 那当然 如果你下星期报名的话 Alfred 弟兄就告诉你 他担保说六个星期你就可以了 你跟着他 他是这样说的 是不是 走到哪里 所以大家记得 这个就是操练的结果 什么是操练呢 接受训练或者操练 就是安排我的生活 去做一些我能胜任的事 以至假以时日 我能够逐渐承担 目前单靠自己的努力 不能胜任的事 年半前 我不能够跑六几 我只能够 顶多走一里路 一点六几 我就每天做那样东西 每天多一些 我可以负担的 一年半之后 我跑到六几 安排自己的生活 早点我能够 现在可以胜任的 以至假以时日 我能够逐渐承担 目前单靠自己的努力 不能胜任的事 跑步是这样 属灵的操练也是这样 我们的今天 我们的属灵 灵命不成熟 我们说我们缺乏 这个属灵的智慧 不能够分别好坏 那怎么办呢 目标就是要有智慧 能够分别好坏 我现在不行 所以我要学习读经 我要学习讨告 我要学习读处 我要学习透过 我的人射关心社区 充实自己 旷阔自己 操练自己 让我的生命 能够进入一个状态 有神的话语在我心里面 可以随时的感应 神的呼召 和祂的带领 那我有机会 可以懂得 怎么分别好坏 我们不是为了读经而读经 不是为了讨告而讨告 是为了我们的灵命的成长 为了能够成为主 所可以用的器皿 来操练我们自己 所以提摩太前书四章八节 是这样说 一起读 操练身体 益处还小 为独敬虔 凡事都有益处 因为今生和来生的应许 跑得6K有什么特别 没有什么特别的 不跑 我就会走 一样可以的 是吧 但我发觉在这个过程当中 为什么我另外要做这件事呢 就是我要克服自己 我要锻炼自己 我自己做事 有时是不够憧憬 不够恒心 所以我是要靠这个用意 我在这个训练的过程里面 就要 将自己去锻炼 加强自己的意志力 加强自己的集中力 加强自己的毅力 将这些学习 摆回在我自己熟灵成长的上面 在我自己读经 在我自奉上面 我就觉得 可以的 因为这个果效 是什么呢 圣经所说 今生内生都有益处 所以等一会 你希望成为一个成功的人呢 你希望有一个成功的人生 作为你的牧者 你的属灵的教练 我但愿你们人人都成功 我们人人都成功 你知道吗 全本圣经独有一处 提出成功之道 是什么 你想不想知道 其实你已经知道了 若书雅记一章八节 可能已经背了 不过我们读一下当代译本 好吗 你要常常中读 这律法书 昼夜不断地思想 以便紧遵律法书上的一切指示 这样你必亨通顺利 你想你的生活亨通顺利吗 当你透过中读 转言反思应用 掌握这本圣经的真理的时候 你就得到人生的智慧 在日常的生活里面 你会少犯错误 你会做一些对的 土神起愿的事 土神起愿的事 这样下去 你的道路会越来越亨通 越来越顺利 你会享受一个成功的人生 如果你盼望你的工作 你的家庭 你的生活 你的事逢都有成就 从今天开始 养成这个读经的习惯 思想圣经 实践圣经 操练 宿灵的生命 愿神祝福大家 我一时带到基督 天文尊带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感谢赞美你 因为你有极大的恩典 恩慈 要改变我们的生命 你不单只要拯救我们 也要我们的生命活得有意义 我们不愿意成为一个 继续不断的 生命活得有意义